其實是很平常心的 不過我就覺得 反而是堂區的兄弟姐妹會更加緊張 因為我今早都開始收到一些訊息問 執事緊不緊張啊 就快到了 但其實我是很輕鬆的 都感恩的 就是這麼多兄弟姐妹支持 大家一直都 尤其是經歷這麼多年 可能香港社會有很多的變化 疫情 停離煞 接著又看著我升執事 終於等到這個日子了 所以就很開心的 禮儀是很簡單的 還有也有禮位 還有修院的兄弟幫忙 所以輕鬆的 我自己是 準備心情 因為 又是一個新的階段 可能有很多服務上不同的事情 我想都很感謝他們 因為上個禮拜剛剛回了修院 他們都為我祈禱 一起我們團聚 我很久沒有回修院 其實很感激他們 這麼多年一直看著我 由一個堂區裡面的主日教友 然後慢慢開始融入這個家庭 所以都 很開心 希望 我想因為自從服償之後 都 堂區的環境都不同了很多 可能很多教友都移民 又或者青年少了很多 所以都 真的要摸索一下 如何可以凝聚兄弟姊妹在聖堂裡面 一起去探索一下如何去過信仰生活 在這個新的環境裡面 這個世青的主題 都是 教宗都勉勵我們現在是 在起床的時候 我們的信仰是都要 可能都要面對著一些未知 面對著一些挑戰 但我們都要有這份勇氣 去起床 去回應天主的照跳 所以 我想 現在的心情就是 回應聖趙不是一件 很辛苦 要犧牲些什麼 我反而感受到 其實是一個 充滿恩寵的旅程 所以是 值得大家去起床 一起去 勇於去 活出這份述陽 9月16日 星期六下週三點 就是這個主教助堂 就是周主教主禮 請大家都為我祈禱 也為我們 教區的 聖趙祈禱 詳情可以留意這個 聖神修遠的Facebook 支持一下我們 仍然培育階段的兄弟